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即时通 今天呢有四点的优惠想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联邦幸福M卡最新的公告 紧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将来银行推出的6%货存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呢 则是上海商银取消分期的回馈 最后只是要提醒大家 2024年开始呢多家银行将会强制停卡 10万块里面5.88%再送你最高738元的开户底相忙 如果说你最近在寻找一个高货数数位账户 同时呢又具备呢高开户底的话 新光OU数位账户会是一个不二之选 你见到在新户申办里面卡 首三个月可以向10万块里面5.88%的活出利率 而它呢会在次月的1号开始计息 所以在10月申办的话呢 只会从11月一路到明年的2月 新户申办之后符合条件就可以向188元的开户底 接着你只要持有新光OU数位账户 并且是新申办OU数位账户并且设定自动扣角 并且利用OU数位账户 任意刷一笔就可以向500元的回馈 所以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符合的话 最高就可以向688元 除此之外 这边帮大家争取到独假加码优惠 在额外加码50元给你 所以只要透过您的申办并且符合条件 最高就可以向738元的开户底 所以如果说你之前还在犹豫的话 赶快加进一条步把它申办下来吧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联邦幸福M卡最新的公告 目前是到113年的12月31号 如果说你已经有申请电子账单的话呢 都可以想要以下的回馈 首先在国内可以想要1% 国外只是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保费的部分从1.5%下修到1.2% 而在活动期间的总回馈上限是1万元 接着如果说你有登录的话 最高还可以再享有12期零利率的优惠 接着在于指定交通以及旅游部分 依然是可以想要6%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则从500元下修到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0块 指定通路在交通的部分包含了台铁 指定客运以及联邦租车 这边要注意它移除了高铁的通路 接着还有像是航空啊 国内饭店旅行社 定房网站等等 一样也都是可以享有回馈的 除此之外如果说你已经新货的话 在首三个月呢 晾饭店或者是超市啊 都会在额坏加码5%的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4000块 它指定通路包含了全联 爱买大润发美联社 如果说你再搭配上这张信用卡的话呢 最高就可以来到6%的回馈 我觉得大家最可惜的莫过也就是高铁移除指定通路 虽然说在指定通路的回馈上面是有所下修 但是我觉得通路上面还算是实用 如果说你已经要出国 订饭店或者是订机票还是可以享有回馈的 那如果说你已经想要搭乘高铁的话呢 就必须换其他这样的信用卡 这边推荐两张给你们参考 首先第一张就是Richard的Flygo卡 目前到113年3月31号的结账账单 高铁可以享有5% 其中加码4.5% 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15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33333元 接着另外一张呢 只是永峰Sports卡 目前到112年12月31号 符合条件呢 利用Apple Pay或者Google Pay消费 则可以享有7%的回馈 加码5%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000块 它的条件就是你在当月必须累积消耗 达到7000卡或者是利用Apple Watch 圆满画圈10次 除此之外呢 你今天必须下载 汗水不白流App 那你今天找输入推荐码呢 就可以小7000卡的卡路里 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将来银行最新推出来的活动 如果说你是新户的话 可以在额外享有 3个月定存1.71%的年利率 活动公告到112年12月10号 最低的期存金额是1万元 最高则是50万 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善一点点的 如果说你50万都存好存卖的话呢 利息大概可以领到2173元 除此之外 在新货的部分 最高还可以享有60天 6万块以内6%的活出利率 那目前这活动是公告到112年12月31号 你现在要透过0年审办开户成功 就可以享有1张30天的恩贝券 那如果说你30天啊 每天都有存满6万块的话呢 洗满之后 就会再额外给你1张30天的恩贝券 所以如果说你这60天都存好存满的话呢 大概可以拿到600元的利息 如果说你是新货的话 将来银行最近推出来的活存 或者是电存优惠都算是蛮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 降降卡的部分 目前到112年12月31号 一般消费可以享有1%的点数回馈 无上限 指定通路呢 只是可以享有6%加码5%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50元 所以就可以消费到5000块 他指定通路啊 在购物的部分 包含了UNIQLO 宝岛小北百货 餐饮的部分 有麦当劳肯德基 汉堡王QBurger等等 而在网购的部分 则是包含了PC Home Momo 虾皮 还有库棚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小知足的话 其实我觉得降降卡的优惠 算是还蛮不错的哦 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上海商银最新的信用卡公告 上海商银从2024年开始 特约商店的分期付款 跟小小兵的分期卡 国内消费呢都没有办法享有任何的回馈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银行 从2024年开始分期都不再享有回馈 我这边还是简单同等一下 在2024年开始呢 分期零回馈的信用卡 包含了中信 远银 新展 星光 凯基 汇丰 还有呢 台新永丰银行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分期跟回馈 都一起拿的话 我这边会推荐可以使用 雜达Liveband的明明卡 目前到113年7月31号 国内可以销2% 国外可以销3%的现金回馈 无上限 单笔消费满1000元呢 可以销670利率的优惠 而它回馈跟分期啊 是可以共同享有的 除此之外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首次申办这张信用卡 并且绑定Liveband 自动扣款成功的话呢 扣款金额都会在额外加码1%的回馈 给你 目前活动是到113年3月31号 那每次的回馈上下是50元 所以最多可以销到5000块 那总共啊可以销三次的优惠 等于啊你今天月刷5000块以内呢 国外可以销4% 国内则可以销3%的现金回馈 接着你只要首次申办 并且绑定Liveband 自动扣款的话 就可以销300元的回馈 除此之外呢 新户申办只要符合刷刷底啊 就可以销500元的刷卡金 所以如果说你有符合条件的话呢 新户最高可以拿到950元 我们旧户啊也可以拿到450元哦 接着只是来跟你们分享呢 各大银行呢 即将强制停卡的公告啦 但其实各家银行的条约上啊 基本上都会有这条公告 只是最近啊 又大动作的被新闻媒体给报导 甚至啊有一些银行 会特地的把它红字给标记上来 但是呢公告归公告 是否啊真的会做到还不一定 那其实三年前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分享过一样的影片了 那我也把影片连结呢 放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观看 简单来说这些规定就是银行 可能会强制停掉你的呆卡 银行那边对于信用卡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有效卡 另外一个就是呆卡 有效卡定义呢 就是六个月以内有消费的 就叫有效卡 如果说你今天六个月以上 都没有使用的话呢 就是呆卡啦 而在信用卡整体的流通卡数里面 包含了有效卡跟呆卡 所以流通卡数里面很多啊 都是虚的数字 这边简单帮大家统整一下 在2024年开始呢 几家银行对于呆卡有新的公告 首先第一家呢 是中国信托 在2024年的时候啊 会新增合卡后啊 连续12个月以上未开卡 或者是未消费 银行那边呢 将会通知此卡人 接着暂时停卡 或者是呢 永久停卡 第二家呢 则是玉山银行 如果说此卡人超过一年啊 没有使用信用卡消费 或者是没有开卡 就会评估 并且通知此卡人 确定原因 依照情势呢 进行停卡 接着则是永丰银行 从2024年开始呢 新增啊 合卡后 如果没有开卡 或者是没有消费交易啊 连续一年 将调降你的信用卡额度 接着则是定行行 如果说啊 此卡人在合卡12个月以内啊 没有开卡 或者是啊 没有消费交易 连续12个月以上呢 最少会在30天之前啊 利用书面 或者是啊 利用电子文件的方式啊 通知此卡人 终止信用卡的合约 简单说啊 就是停卡的意思 接着下一家呢 则是台信银行 如果说啊 多次沟通无效啊 两年未启用 就会强制停卡 以上这一家 就是有另外再公告出来的银行啊 那老实说啊 如果说你信用卡没有再刷 还是要记得妥善管理 刷卡通知啊 通通都还是要把它打开 也要注意啊 是否有年费问题的产生 银行这些公告 其实都已经行之有年 但是否真的会做到呢 还是有待观察 可是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诈骗啊 盗刷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有关于盗刷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之前有拍过一支想线影片 有兴趣呢 我会把影片放在下面资讯栏 当然有很多观众说到 银行应该要自己 审视一下自己信用卡的回馈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端上台面 不然其实很多信用卡的回馈 真的太低了 一般人是不太有可能会去刷他的 最后想问大家 你有几张超过六个月以上 没有消费的信用卡呢 一五张以内 二六到十张 三十一到十五张 四十五张以上 今天影片呢 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 朋友们帮你喜欢或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做每次上线影片 小观众更多生活的状态 都欢迎follow instagram 或是按赞粉丝 你可以教会员帮助我 创更多精密有良朋友 训练我们下一期见 不不不 其实我自己去翻我以前的影片 原来我三天一起 就拍过类似的影片 就是银行如果你今天没有消费的话 他就会强制金卡 但是最近可能是银行 公告会比较大动作 然后他会特地用红字 还在一起 所以银行那边就把这件事情 给放大起来 但我会觉得有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信用卡回馈不好 那你办下来之后 有其他更好的信用卡 你当然就比较不会去使用 回馈不好的卡片 这相对来说是这样 那当然银行那边也是 觉得成本会提高 然后也担心倒刷 所以就会有这一类的动作 但我觉得有这一类的动作 我不知道他们未来是会 怎么去执行 因为如果真的要强制 做这些动作的话 其实要人工处理的话 是真的很麻烦 因为随随便便 应该都是几百万张卡 那银行有这么多员工 或者是银行真的要有 那么多的经历 来处理这些事情上面 可能还是有待观察 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 告诉你们 对银行这些公告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吧 没错呢 我人呢 从日本独旅回来的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 这一趟的旅程 因为我觉得 收获很多 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然后 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比想象中还要快很多 而且上礼拜还在担心 要不要出国 这礼拜就已经 站在这边跟大家 拍影片分享了 所以我是觉得 把握好每个时间都还蛮重要 然后 不要害怕 就是去行动就对了 因为在行动之前 我真的是想太多 但是行动之后才发现 要谢谢自己的勇敢 就有很多事情 就是你没有勇敢去做 你永远意料不到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就勇敢的去追随吧 勇敢行动起来